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用户可能都想趕在冬天雨季之前完成装修工程 不过要记住在开始任何核挖工程之前 最少两个工作天要打去811 也可以去到网站usalove811.org 为自己施工而现场 记得一下地下埋了什么的公用事业管道 我们所有的公用事业公司 包括我们的天然气、电力、水务局、下水道 甚至乎是一些线路 他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去到现场 就用一些旗或者喷漆 又或者综合两者的方式 记得你地下要施工现场下面埋了什么的公用事业的设备 记得811的服务是完全免费的 每日每一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 都有工作人员去接听你的电话 甚至乎也有语言翻译的服务 在施工之前记得用一些白色的标记 你可以用油漆 可以用一些粉笔 甚至乎面粉 挖着你打算挖挖的位置 让你自己大概知道会挖挖的地方 甚至乎当你打了811最少两个工作天之前 已经准备好一些地址 和大概的位置 我们的同事去到现场就会帮你插旗 或者帮你做一些标记 记得 如果你已经知道施工的地点 最好我们就建议大家 用白色的标记 围着会施工的地点 你可以用白色的油漆 可以用白色的粉笔 甚至面粉都可以 只要你大概挖住了 你会想着挖挖的地方 这样的话 你就会知道 你挖挖的地方 和我们公司提供一些标记 相差有多远 另外就是大家要记住 你挖挖之前 刚才提到两个工作天之前 要打去811 你最早可以14个工作天之前 打电话去这个电话 这个电话是完全免费的 便容许多些时间 给一些公共事业的同事 来到现场帮你去做好 另外当你已经知道 要挖挖的现场的话 附近也有棋子插住 有显示 你附近可能 下面埋了一些公共事业的设备 大家一定要记住 你一定要在这个地点 一个的圆周范围 24寸的圆周范围之外 挖挖的时候 就一定要用手挖的 千万不能用任何机器去挖挖 另外你挖挖完之后 做完这个施工工程之后 我们本身在现场的一些记号 或者一些油漆标记 或者旗仔 你千万都要放回现场 等到整个工程完成之后 压实土壤了 我们才可以拿走 因为下一批施工人员 可能他们未完成工作 他们都知道 现场究竟下面 卖了什么天然气的设备 但是如果大家在挖挖现场的时候 懷疑有这个煤气外舌 譬如闻到一些臭鸡蛋的味 听到嘖嘖嘖声的味道 又或者你可能附近有水的 或者有一些水淡或者是池塘的 你会发现有些水泡露出来 又或者在一些潮湿的地方 如果竟然有一些树木是枯死了 或者死了的话 有机会在那个地点 可能有一个煤气洩漏的情况 所以我们见到这个情况之下 就一定要离开现场 然后打911报警 为了帮大家减轻账单的费用 其实大家也没有考虑过 加装一些的智能电器 又或者是安装一个太阳能发电 和电池系统呢 如果是的话 现在加州州政府 就和我们加州的几间电力公司 合作 推出一个低息的计划 贷款计划 来帮助我们用户 实行这个智能的工程 合资格的朋友 可以贷款 可以得到一千元到五万元 特典的低息贷款 来进行各种智能升级 计划的好处就是 是适用于住宅 多家庭的用户 甚至乎是小商业用户 都可以的 合资格的用户 一定是首先要是 我们PGNN用户 另外如果是租客的话 你只要取得 你的房东的书面同意 也可以提出申请 不过用户 就一定要选择 州政府合资格的承建商 来处理这个工程 其实工程的内容 包括什么呢 譬如可以购买你的 一些智能的家庭电器 好像洗衣机、干衣机、雪柜 冷暖器设备、地板、智能窗户、 全屋的风扇、隔热设备等等 基本上都差不多包含了 大部分大家在家要装修的项目 当然了 亦都可以用于安装太阳能的系统和电池 又或者你本身已经有太阳能系统 你想考虑加装电池 这个计划亦都可以帮助你 另外有电车的朋友 如果想考虑安装电车的充电器 亦都可以在这个计划内的贷款内 就可以获得这些升级 另外这个计划的好处 亦都是你获得的贷款内的20% 可以用来做一些非智能升级的项目 例如你想用来装修厕所或者睡房等等 即是和一些智能是无关系的项目 你都可以用贷款内的20%去进行 所以其实这个低息贷款的计划 都可以帮助一些 现在有想着去整修家 装修家或者升级家的朋友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到这个网站看看 里面有很多资料可以提供给大家选择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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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